极品大波妹子荒野求生有多 拿上自制的毒质打野神奇 那可是直接杀入山林 轻轻松松地实践了吃肉自有 不过要说最猛的时刻 那必须属于追入到暗河之中 手拿把掐地拿捏住了一条带人参的蜡条 最后更是升起火堆 搞了一条炭火烤盘龙扇 简直是不要美滋滋 至于在丛林之中遇到了一条五六米长 比大腿还要粗两倍的巨猛 那可就更吓人了 二十一天之九打造出来的顶级抓野猪陷阱 到底能不能收获到极品眼珠 让自己在荒郊野外实现吃肉自由吗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不过这个过程十分的曲折 上期软妹利用木棍打造出来了几组捕鼠陷阱 一旦山鼠触发装置 那时基本上就会被留下小命 然而遗憾的是 在草丛之中捕捉山鼠陷阱后 软妹依旧是一无所获 因为这区域是野猪活跃的地盘 软妹估计大部分的山鼠都搬了家 不过野猪的出现却是让软妹眼前一亮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总算是搞出来了一个抓野猪的陷阱 至于食物的话 软妹那是夜间出行 在溪流之中捕捉齐了鱼虾蟹来 不仅是收获到了一条20厘米长的大雨 还捕捉到了不少的河虾和螃蟹 这般的食物之下 软妹总算是美滋滋地吃上了一顿和鲜大餐 次日查看陷阱的软妹 看着空荡荡的陷阱倒也没郁闷 毕竟野猪那家伙可是不傻 不可能那么轻易就能抓到 趁着有时间 软妹那是好好地打理了一番菜园 此时的蔬菜长是极佳 要是让杂草给抢了养分 那可是不划算的 处理完菜园之后 软妹那是十分的开心 不过接的餐食还是个大问题 毕竟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荒啊 于是乎软妹那是拿上了铲子 带上了狗子 在附近搜寻起了食物来 刚被他光顾的溪流之间 此时根本就见不到鱼虾系的身影 好在软妹在附近 还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棕榈树 挤到劈砍之后 收获到的一小根树芯 还是勉强能够垫满机口的 随后的软妹直接来到了淤泥地带 在少水的季节 这里砸草丛生 但是不少区域还是有着水坑的 而下方的泥土基本上都是淤泥 泥坑之中似乎还有只扇鱼的鱼洞 软妹那是拿上铁铲 就直接开挖了起来 毕竟在溪流之中搞不到鱼虾血 但是在这淤泥之中还可以搞黄扇和泥丘 那都是极品食材 在软妹的一番挖掘之下 尼坑那是逐渐被挖出了一米多长的距离 而软妹似乎也是在里面摸索到的扇鱼 就是想要将其给抓上来还十分的不容易 接连着在浑水之中抓了两分半 最终扇鱼才被软妹给抓到了岸上 虽然耗费了不少时间 但是这条扇鱼看起来可是不小 至少也是得有个三十多四十里米的长度去了 为了防止黄扇逃跑 软妹当场就送走了它 并且用草绳串了起来 有了第一条扇鱼收获的软妹 那自然是不可能就此罢手 而且一条扇鱼也是不够它吃的 随后的软妹又在这片淤泥地之中寻找扇鱼洞 并且摸索起来 还别说 在不断地摸索之中 软妹的抓扇鱼技术可是提升了不少 这一次那是直接抓到了一条超级大火 这般大小的扇鱼 估计有个小半斤去了 唯一可惜的是 之后的时间里 软妹并没有继续找到扇鱼洞 不过这个时间里 软妹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鸡肠碌碌的它 那时找了一块平整地带 收集来了柴火之后 直接升起火堆 准备做饭吃了 软妹烹饪扇鱼的方法那是十分的原始 将扇鱼扔进到火堆之中烘烤即可 经过一番烘烤之后 扇鱼肉也是比较快的熟了 不过就是烤得焦黑焦黑的 看起来有些不好看 鱼的朋友 现如今野生的黄鳝大多都是有寄生虫的 必须要清理干净 并且烹饪得足够熟才行 软妹这般的制烤 就是为了彻底地将鱼肉烤熟 虽然难看一点 但是安全可是第一位 两条大黄鳝的肉可是不少 这一餐也是让软妹和狗子 吃了个七八分的饱度 算是很不错 饱餐一顿之后 软妹再次来到了陷井处查看了起来 不过这次已然是没有动静 而且放置在陷井下方的白鼠也是完好无缺 证明野猪还没来到过此地 吃饱了有力气的软妹 此时准备玩一把大的 打算好好改造下陷井 于是乎先是将陷井内部的触发装置的木条给拆了 并且利用几根力柱支撑在框架的四周 这样可以避免陷井落下来伤到自己 做完这些之后 软妹这才将触发装置完整拆除掉 之所以拆除装置 主要是因为他觉得陷井内部的触发装置太扎眼 野猪很是激烈 估计见到这玩意有警觉 然后就不进去了 这一次软妹打算将装置的触发部分做一个调整 把装置的绳索给接长 毕竟自己周围找来的树藤可是足够用 触发装置的位置直接改到附近的一棵皮刹的大树这里 利用两根木棍卡住绳子末端的木棍即可 当然 这般的设置之下 软妹必然是要在这里留守下来 看到野猪进入陷阱时 再人为地放下陷阱了 为此 必须要在这里搭设一个临时庇护所才行 否则夜间的时候可是十分的难熬 至于临时庇护所的搭建 那可就简单得多了 只需先利用木棍高出一个框架出来 接着在周围收集大量草 将庇护所的顶部以及面向野猪陷阱位置处遮挡起来即可 当然 做完这些之后还需要搞点诱饵来才行 比如说软妹这一次可是搞了一整根的芭蕉树心 将其劈砍成大量的碎块放置在这里 另外 软妹还爬到了树上 搞了一个摄像机放置在了周围 从高空俯视而下 用来记录下捕捉野猪的过程 将所有的东西都布置完毕之后 最后还需要将陷阱四周的四根支撑力柱一一地取下来 如此一来 后续遇到野猪时 软妹砍断绳索 陷阱才会落下来 做完这些之后 接下来软妹快速地回到了庇护所 将身前的杂草好好地调整了一番 以便隐藏自己的同时 又能很好地注意到陷阱处的动静 剩下的时间里 那可以说是漫长地等待了 好在软妹还带有一只狗子 可以撸狗 在半夜的时候 软妹还是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不过随着外面传来了动静之后 软妹可是醒了过来 并且开始小心翼翼地查看起了外界来 慢慢地 软妹便发现了一只野猪的身影 看情况 这只野猪应该是之前两小一大里面的一只小野猪 此时的野猪可是小心翼翼地来到了陷阱下方 没发现危险之后 便开始美滋滋地吃起了芭蕉树心来 而远处观望那的软妹也是有些纠结 在考虑要不要将陷阱放下 毕竟一只小野猪肉可是不少 但是软妹又想等等看 大野猪是否会到来 就在它纠结的期间 另外一只小野猪似乎发现了这只猪在吃东西 它也是开心地跟了上来 准备大块朵一一番 看得软妹想要准备放下陷阱来 然而正在这时 令软妹最为惊喜的是 最大的一只野猪也出现了 并且向着两只小野猪的方向走了过去 大野猪稍微查看一番四周之后 也是悠哉悠哉地走向了食物开吃了起来 小野猪则是不敢上前抢食 看着大野猪吃得十分欢乐的软妹 心中更是十分的欢乐 这个野猪到来的过程 后续查看树上的摄影机画面时 看起来那是最为清晰和明朗的 随着软妹一刀将下端卡棍打落 陷阱瞬间便直接落下 将其中一大一小两只野猪关在里面 不过令软妹没想到的是 似乎小野猪身子太小 竟然拼了命一般地从木棍缝隙中捡出去 好在里面还有大野猪 因此软妹快速地拿上工具 冲向了陷阱处 一番查看之后 此时陷阱妹只剩下了这一只大野猪 不过看到这般巨大的野猪 软妹已经是十分的开心了 毕竟这样的野猪 搞成熏肉拿去卖钱 绝对值钱 但是目前想要将其咔嚓掉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野猪的攻击力可不是吹的 为此 软妹思前想后的 想了一个大招出来 那便是将装置的顶部打开一刀孔子 接着来到了一侧 利用打野刀将木棍端布好好的劈砍一番 接着将打野刀绑扎在上面 来来回回地缠绕了好几圈 保证长矛的牢固 做完这些之后 软妹这才慢慢地爬上了陷阱 这一看就是要从高处对野猪下手 这样的位置既能保证软妹不会受到野猪攻击 又能够咔嚓对方 不得不说 软妹还真是女中豪杰一枚啊 随着软妹猛然一击落下 接着便是长时间地等待了 前夜激战大野猪 昨儿的软妹那是将野猪好好地清理了一番 并且在房屋侧面建了一个熏烤炉 将野猪肉熏烤了起来 熏烤还是十分耗费时间的 这期间软妹不用一直守着熏炉 现如今蔬菜已经长得足够好 滴罐系统基本上用不上了 接着软妹先是将滴罐系统给去掉 接着查看起了自己的有机蔬菜来 不少蔬菜都被虫子吃了 整理好菜原子之后 软妹又来到了附近的竹林 好好地砍了一些竹子回来 这一次 软妹将竹子劈砍成了细竹条 因为他要编织一个贝罗 超大的野猪 野猪肉可是不少 而且市场价值比较高 为此 软妹决定将大部分的野猪肉熏制好后 拿出去出售 毕竟自己荒野生存也是需要经济支撑的 将大野猪卖了的话 那绝对是能够好好地赚一笔 后续荒野求生的日子也能多来上几个月 软妹编织的贝罗并非密集的 而是具有着较大的六边形镂空 毕竟装的是猪肉 这般大小的空隙可是漏不了的 编织贝罗的活计对于软妹来说还是十分的简单 将主体部分处理完毕之后 最后再利用竹条打招出贝罗的背带即可 看看这样是还真是很不错 软妹背起来也是十分的合身 相当的漂亮啊 接下来便是准备收取野猪肉了 软妹先是在贝罗内铺设了一些芭蕉树叶 防止猪油滴落到她的身上 随后便是将一块块熏制的十分漂亮的野猪肉 放入到贝罗之中了 不得不说这些熏肉实在是太漂亮了 这些熏肉可是价值不菲的细袖 软妹决定前往城镇将它们出售 用来换取一些马妹 将所有的熏肉装在贝罗之中 再带上狗子背着猪肉出发 这一趟的路程可是不静 而且行走的基本上都是山间的野物 好在软妹可不是一般的妹子 一边走的时候 还在查看着周围的环境 因为这对后续打野生活很有帮助 而在路上 软妹还发现了一只鸟 被猎人布置的绳套陷阱 给绑扎住的它 此时着急地在这里蹦跋起来 这要是在平日里 软妹多半是要来上一只美滋滋的烧鸟了 但是今儿要进城 最终软妹也就将鸟给解救了 并且为了一些水后 便将其给放飞了 走了近乎三个小时后 软妹总算是到了熟悉的市场 饿了很久的它 那时先买了个一二八垫垫肚子 接着又在一个大姐的摊位边上 借助大姐的地盘 将熏制好野猪肉一一地取了出来 准备在这里开麦 不得不说这卖菜大姐人还是怪好的吗 这样的熏制野猪肉可以说是价值不菲 但是营养和味道都是极好的 为此倒也是不缺顾客 尤其是董行的老哥 二话不说直接就是几串的吗 价格都不还价的那种 而像其他的大姐大妈鞋 可是还价高手 在和软妹一番商讨之后 都是美滋滋的成交了 最后来的董行的大姐看到这熏肉 那是两眼冒光 几乎是将剩下的熏肉全部给打包了 要不是卖菜大姐拦截下最后的三块熏肉 那可就团面了 不得不说 这样的极品好肉实在是太受欢迎了 不到半小时便销售一空 可是让软妹心里美滋滋的 有了马妹的软妹 那时开开心心的来到了衣服摊位 好好的看了一番衣服 最后给自己买了一件外套 接着又是去买了不少的水果和其他东西 随后这才开始离开城镇 不过软妹可是没有直接回到庇护所 而是到了好姐妹囚妹的家 毕竟好久没回来 趁着这一次回来 软妹可是在这里好好的玩上几天 和球妹好好的交流一番野外生存 软妹还担负起了今儿的美食制作 提上鱼竿的软妹那时直接来到了鱼塘 准备吊点鱼儿作为今儿的餐食 不过这个鱼塘内的鱼儿比较小 球妹那时让软妹来到了另外一边的鱼池 因为这里面的鱼儿可是有着大家伙 将水位放得比较浅之后 软妹便一头扎进了池子之中 开始对着里面的大鱼追逐了起来 还别说 这条大鱼的个头是真的巨大 但是想要捕捉她的难度也是真不小 前前后后的 软妹起码抓到了对方五六次 最终都被这家伙给逃了回去 不过软妹只要一次成功即可 最终这条超级大鱼还是被她给拿捏住了 这条大鱼可是不小 怕是得有个七八斤血了 绝对足够软妹和球妹二人美滋滋地吃上一顿的 还记得这个灶台吗 那可是球妹亲自打造的 看样子软妹今儿是要用她制作美食 手握战斧的软妹先是对着木材劈砍了一番 直接砍出了不少的柴火出来 毕竟旁边的可是柴火灶 不一会的功夫 软妹便燃起了篝火来 顺便还将水和米饭给煮上了 而球妹则是在一侧继续打造家园改造的工具 大家要是想要看球妹改造家园部分 可以留言 抽空给大家做几期 此时的球妹和软妹就像是一堆夫妻一般 球妹主打的就是干重火 而软妹则是制作餐食 超大的鲤鱼处理起来其实难度并不大 不一会的功夫便被软妹给清理得干干净净的 不过这般巨大的鱼儿直接烹饪的话 容易受热不均 浪费食材 为此 软妹可是没有整个大鱼直接烹饪 而是利用菜刀 将大鱼鱼身两侧的肉给切下来 至于鱼骨部分和鱼头部分 那自然是直接剁开 鱼肉部分则是利用菜刀斜着鱼刀 切成了厚度均匀的鱼肉片 不得不说软妹的刀工还是十分不错的 切好的鱼肉片均匀地铺在鱼头和鱼尾中间 这样的摆盘看起来那是相当的漂亮啊 而且软妹还在鱼肉中间摆出了一朵月季花的的形状 你们看看 那真叫一个美啊 除了鱼肉部分外 软妹还准备了很多的水果 这些都是她买来的 鱼骨部分 那加入油之后好好地翻炒一番 接着再将香茅草等香料一一地加入进去 最后加入开水炖煮 这样的汤色才纯白 而一边的球妹则是将破损的运送车给修好了 还加固了 直接坐上运行起来都是丝滑无比 看得软妹直呼好姐姐 真厉害啊 至于二人筋的餐食 那便是鱼肉火锅了 用烹煮鱼骨的汤直接炖煮鲜嫩的鱼肉 看着就好吃 再搭配上水果和蔬菜 这样的美食真是绝望 就这般的 夜色之下 一对好姐妹聊着人生聊着理想 聊着家常理短 追忆着儿时的欢乐 吃着美食 简直是无比的幸福啊 至于狗子鲜 那也是分到了一份餐食 美滋滋啊 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在睡上一夜 第二天的软妹那叫一个漂亮 一大早的球妹便出去处理事物 而软妹则是将球妹的鸽子照顾得好好的 给他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趁着球妹出去 软妹可是要给球妹一个惊喜 骑上球妹心爱的小摩托 软妹那是直接去镇上将订购的物件给拉了回来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竹制品 有优质物价 也有一套带有两把凳子的小桌子的 组装起来也是十分的简单 不一会的功夫 软妹便将它们给组装好了 试了试效果 那是真的很不错 不过那些可不是最大的惊喜 最大的惊喜是这一条大羊腿 之前软妹没有带野猪肉来 便是因为她知道球妹最喜欢的还是羊腿 为此 今儿的软妹可是搞了这么一只极品大羊腿 要给球妹制作一道极品美食 毕竟明的她就要离开这里 继续去过她的荒野生活了 制作秘制羊腿的话 调料和香料可是不能少的 浅浅厚厚的 软妹可是准备了七八种调料和香料 将它们混合在一起 随后均匀地涂抹在羊腿之上 同时还利用小到切开厚实的羊腿肉 在里面抹上调料 这样的话 羊腿肉才会更好地入味 腌制的是时间可是需要两到三个小时 这个时间里 软妹有着自己的安排 毕竟今儿她要做的可是秘制羊腿 为此 胖刃羊腿的火炉可是极其关键的 只见软妹选了一块开阔的土地 接着便在这里挖掘起了一个近乎半米的深坑出来 一看就是火炉的坑道 最后又是在附近收集来了大量的石块 这些石块大概率是用来建设火炉的炉壁的 至于粘合计部分 黄泥土必然是极佳的选择了 利用黄泥土和石块结合 一层一层地向上铺设 火炉的内壁部分便由坑底逐渐地向上增长起来 这般的操作颇有软妹建设庇护所的 正面墙面部分的处理方式 只不过当时墙面采用的是原木和黄泥的结合 而这里采用的是石块和黄泥结合 随着软妹不断地砌住烤炉的炉壁 很快地突出地面炉壁部分已经有了半米的高度 这也是软妹需要的高度 到了这个高度之后 接下来便是将黄泥土均匀地涂抹在炉壁之上 让岩石炉壁外面包裹一层黄泥 并且采用泥水将其涂抹光滑 至于用来悬挂羊腿的支撑物 一根粗大的钢筋可是极佳的 提前在炉顶上面留下钢筋的固定位置即可 而这个时候 出门购买耕地机的酋妹也是回来了 两人又继续地分工处理起个人手头的火迹 软妹在这边燃烧起了炉火 让火炉干燥的同时 也为后续熏烤羊腿留下不少的木炭 酋妹则是熟练地操作了耕地机 开始对需要播种的土地翻起了土 为了让羊肉烤制的鲜嫩多汁 软妹选择采用锡纸包固住整个羊腿 最后再小心翼翼地将其挂在烤炉之中 此时火炉内也只剩下燃烧的木炭 随后又拿来了一块大铁片 将整个火炉盖住 并且采用黄泥土 将铁板和火炉的边缘直接封住 这样的话 炉火内的烫火燃烧才会比较慢 温度和热量也会小很多 可以慢慢地将羊腿肉给烤熟 不得不说 软妹在做饭一道之上 那真是屁股上挂暖壶 有一定的水平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软妹的羊腿烤制时间也到 这个时候拿掉铁片时 必须要格外地小心 毕竟铁片此时很是烫手 而后便可以将里面的羊腿 给拿出了解即可 此时球妹的土地看起来 也算是基本上处理得差不多了 随着软妹将羊腿 从稀薄纸内拿了出来 看上去烤制的那叫一个漂亮 闻起来更是香味浓郁无比 在切割的时候 那是汁水四银 里面的羊肉相当地细嫩 而外面的羊肉则是烤制的金黄 接下来便是两姐妹的美食食客 软妹的烤肉烤得实在是无比的美味 再加上蘸料后 吃的球妹那叫一个美滋滋 不得不说 就这样的软妹谁又能不爱呢 可惜相聚总有离别时 完了几天的软妹还是回归到了荒野 回到了自己打造的庇护所 这一次带回来不少的工具的软妹 可是要好好地秀一手木匠的火箭 拿上爆刀的他 可是将一大块劈砍出来的木板给打磨平整 接着又是一套直线画原技术 在木板之上画出圆形来 不要以为软妹就带来了一把爆刀 看看这一堆的木匠工具套装 那是相当的齐全了 只见软妹拿上凿刀便对着木板开凿起来 这是要按照木板上的圆形 直接挖出一个凹槽出来 而底部的部分则是用凭凿刀打磨 大概率是要制作婉拒了 果不其然 随后的软妹那是拿上了锯子 开始对着四周多余的木板进行切割 最终切出了盘子的粗胚 至于盘子要光滑圆润好看 那就必须采用纱布进行不断地打磨了 打磨的活剂是个细心活 也是一个需要耐心的活剂 说实话 软妹今儿的发型下 看起来长得和波妹真的很像 有目有绝的呀 在打造完毕盘子之后 接下来软妹还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继续地在一块比较厚的木板上 的形状和大小 大概率不是盘子 当然也不会是碗 毕竟一来是凹槽是椭圆形且不大 二来软妹劈砍的时候 后端明显有把手 应该是一把勺子 最终在劈砍出勺子的粗胚之后 剩下的便是熟悉的纱布打磨工作 随着刺啦啦刺啦啦的声音响 勺子也是慢慢地成型了 最终便是这般的模样 不得不说 软妹这木匠活迹那真是鸭子头顶站青蛙 顶呱呱呀 忙完之后接下来也到了做饭的时候 这一次软妹还带回来了一个砂锅 这样的话倒是不用每次都做猪筒饭了 至于今儿的菜嘛 从球妹加顺过来的肉罐头可是好东西 搭配上可是美滋滋的很 唯一可惜的是软妹当时没计划留下两块熏猪肉 实在是可惜啊 当然 打造餐具对于软妹来说那都是小百姓 接下来软妹准备打造的工具 才是荒野生存中尤为重要的武器 能够为他狩猎提供强大的助力 因为软妹准备打招一把弓箭 这样的话弯曲起来才会有这极佳的弹力 而在竹子的中段位置 软妹还利用锯子和刀具 直接劈砍出了一组对穿的孔洞出来 这个孔洞便是剑语的弹道 最后利用开孔器分别在弓身的两端开出孔洞 方便后续绑扎弓弦后 软妹还在弹道弓洞内加装了一组橡皮筋 之后这才在弓身之上绑扎上弓弦 不得不说 软妹的这把弓箭看起来和一般的弓箭 还是有着不小的区别的 它这不仅是利用了竹子弓身的弹力 同时还利用了橡皮筋的弹力 可以说是威力会比普通的竹子弓箭强上不少 有一说一 这样的弓箭应该是荒野女选手之中 第一次有人这般的打造吧 至于箭矢的话 制作起来就要简单得多了 直接利用竹条制作即可 箭语部分则是采用了鸡毛作为箭语 并且利用绳索绑扎牢固即可 弓身和箭矢部分都制作完毕之后 这般弓箭到底如何 那必须的实战检测一番才行 为此 软妹那是搞了一个木桩立起来 接着在上面放了一片菜叶作为目标 随后便开始拉弓射箭 不得不说 软妹的这把弓箭那是相当的不错 几乎是每一件都是精准地射到了菜叶 而且入木的深度还很深 有了武器的软妹 心中的底气可是十分的充足 提着弓箭便来到了附近的山林之中 开始搜寻起猎物来 不过树上的鸟可是不好击中 毕竟鸟的个头小 还在高处 距离比较远 想要命中太难了 在林中打也打了一个多小时 软妹那是一只野巫都没搞到 倒是搞得口渴难耐 好在软妹对于水源的获取还是十分有心得的 眼前这种树藤 里面可是有着大量的水分 砍断之后 便可以美滋滋地喝上水了 正所谓入宝山岂有空手规的道理 接下来软妹可是没有放弃 而是继续搜寻猎物 这一次的软妹似乎是有的发现 因为她看到了山鸡的村落 不过山鸡跑得有些快 紧跟而上的软妹那是寻得了机会 因为此时的山鸡已经飞到了树上去 见此状的软妹可是高兴得很 直接拉弓瞄准 一键即出 紧接着便见到一只山鸡跌落下来 最终不出意外的是没出意外 软妹那是成功地收获到了一只山鸡 并且将其带回到了庇护所 少了一竹筒的热水后 软妹便开始清理起了山鸡来 一番清理之后 最后便是获得了一只两斤勾的整鸡 可是美得很 至于烹饪的方法 软妹采用了将山鸡绑扎在竹竿之后 接着放在壁炉之中制烤的方法制作烤鸡 随着小火慢烤下 烤鸡的外皮可谓是色泽金黄 闻起来也是香气迷远 烤鸡烤得简直是绝了呀 最终烤制完成之后 天色已经黑了 饿了许久的软妹那是迫不及待地 扯了一根汁水肆意的大鸡腿 美滋滋地开吃了起来 当然 狗子自然也是少不了吃上一顿鸡肉大餐的 忙碌了一天 此时能够吃到这般美味的烤鸡 那绝对是无比的幸福啊 最终一整只的烤鸡没坚持过半小时 便被软妹和狗子彻底地吃光光了 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夜之后 今儿起来的软妹那叫一个精气神十足 毕竟昨得烤鸡吃爽嘛 一大早的软妹那是看着菜园内的杂草十分的不爽 立马就动起了手来 开始清理杂草 除了杂草外 还有不少的青虫偷吃还未长成型的包菜 气得软妹那叫一个气鼓鼓的呀 清理完杂草和青虫之中 软妹简单地搞了个竹筒饭搭配包心菜的早餐 毕竟一会还得上山打野 不吃饭那可是没力气的 美滋滋地吃完早餐之后 软妹好好地整理了一番打野工具 并背上剑矢竹以及拿上工具 便向着山林里面搜寻而去了 接着软妹最希望的还是像昨天一样 继续遇到山鸡 毕竟昨得烤鸡吃起来太过瘾了 不过山鸡这玩意可不是说想遇到就能遇到 软妹那是不断地搜寻 尤其是这种超大的树木 那都好好地看了不少 可惜依旧还是没有发现新的山鸡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 竟让软妹无比地震惊 只见沿着软妹的视线前方 远处有着一个庞然大物 走近一看竟然是一条超级巨蟒 这条蟒蛇实在是无比巨大 长度怕是得有五六米至少 最粗的地方足足得有近乎三十厘米的直径 简直是恐怖至极 好在这条巨蟒是死了的 否则软妹今儿可就危险了 这里不愧是深山老林 随后的继续搜寻之中 软妹又有了新的发现 这个发现必须要放慢速度才能看得到 因为一只麋鹿急速跑了过去 简刺撞的软妹可是无比的激动 提着上弓箭就是一路追击而去 毕竟要是能够收获到一只麋鹿的话 那么记下来吃上鹿肉可是无比的舒服 可惜的是一路追击了一阵 确实没有追到麋鹿 关键的是狗子在路上还给跑丢了 软妹呢是呼唤了半天 甚至还爬到树上高声呼唤 最后也是没有发现狗子 而后在返回寻找狗子的时候 软妹倒是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一条蛇正在快速地逃跑起来 箭刺撞的软妹那是直接追击而去 可惜被对方跑进了石头缝隙之中 目前由于大量的运动 软妹那是必须得到体力上的补充 于是软妹当即找来了柴火 在石堆处升起了火堆 准备以此方法来将蜡条给逼出来 随着火堆越烧越旺 软妹那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石堆的另外一侧 一旦蜡条出来的话 便会被软妹直接抓住 不过 软妹低估了石堆下方的空间 因为在他不断地查看之际 发现后方还有一个地下暗河的位置 担心蜡条逃到这里的去的软妹 那是直接追了进去 在里面查看了起来 不得不说 软妹这单胆子真是够大呀 这要是一般人 谁敢就这般地跑进去啊 关键是这个洞还不小 看看软妹身后的空间都有着七八米的长度 而且越是往里走 里面越深 最后的地方还是一处暗河地流出来的水源 足足地有着十多个平米的一个大水坑 好在水坑的深度不算太深 软妹则是在里面继续地搜寻起来 一番搜寻下果然是有了发现 那条蜡条真是逃到了这里面 没发现软妹的他 当即便被妹子拿捏住尾巴拉了下来 接下来的画面便是软妹在这水坑之中 拿捏蜡条的画面 只见软妹一手拿住蜡条的尾巴 一手想要拿捏对方的七寸 不过蜡条也是很灵活 想要拿捏住他的七寸可是不容易 就这般的 一人一蜡条便在洞中斗得有来有回来 好在软妹终究技高一筹 最终还是直接拿捏住了蜡条的七寸 转头过了没多久 便将蜡条清理好了 直接搞成了盘龙扇 将其绕在了木棍之上 紧接着升起火堆 将其放在了火堆上方 开始制烤了起来 这个期间 软妹还在旁边的岩石下方 好好地清理一番岩洞 并且砍来了不少的竹子 将它们铺设在这里 准备搞个临时庇护所 最后又在上面铺设上了 大量的树叶作为床垫 接着要在这里过夜了 至于盘龙扇的味道到底如何 还有狗子到底能不能找到 接下来可是精彩得很了